騎士違規被警方攔下 各然發現汽車住屋箱有刀屑 包包有熟知府 警方告知違規他情緒失控 先是怒罵原警 又拿起安全帽攻擊 原警壓制呼叫支援 現場民眾也拍下男子被壓在地上 地點就在彰化金城夜市 望夜市的民眾隔走圍離看熱鬧 人越聚越多 支援警力也陸續趕到 我這後面要撞車 怎麼會這樣 嫌犯是全姓男子 他騎車抽煙被攔下 發現包包裡面有熟知虎 機車的置物箱裡還有西瓜刀 開山刀 警棍電擊棒等刀屑 當下警方告知 攜帶熟知虎行為 違反槍砲彈藥刀屑管制條例 依法去代辦所偵辦 陳嫌當下隨即情緒失控 全姓男子辯稱要防身 還說不然被打怎麼辦 熟知虎是違禁品 警方告知違法的時候 瞬間暴走 拿起安全帽攻擊 警方閃過當場壓制 並未受傷 陳欣男子39歲 是一名工人 之前曾經與人有糾紛 擔心被尋仇 隨身帶刀屑 這次盤查 辱罵攻擊援警 妨害公務 熟知虎違反了 槍炮彈藥刀屑管制條例 他還帶了一堆刀屑 以社會秩序維護法就班 TBS新聞陳志中 吳淑萍 張華浩道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 提供 開啟小鈴鐺 開啟小鈴鐺 開啟小鈴鐺